想知道孩子们是怎么快速学会古诗词的吗 都有哪些方法呢 今天婷婷老师来到了华送幼儿园 传授了很多宝贵的教学经验 那我们今天要开始学习我们的古诗啦 与孩子们一起近距离感受古诗词的魅力 在中华诗教幼儿园小班示范课中 婷婷老师先是以幼儿园里都有哪些植物作为开场 那树分为几个部分呀 有树叶 让孩子观察植物的特点 发挥想象去描述植物 还让孩子了解了不同植物的寓意 那我们到了春天的时候呢 其实万物都会发芽 我们刚才也说了树是从什么发芽出来的呀 并通过古人折柳送给的小故事 引入了课程的正体涌柳 很美对不对 你看柳树像柳枝一样垂下来是不是 并通过唱诗的形式 让孩子们更快速地进入古诗课堂 比喻装成一树糕 比喻装成一树糕 弯条垂下绿丝 弯条垂下绿丝 婷婷老师在讲解梅花这首诗前 也是运用了日常生活的场景 逐渐深入到用眼观看 用耳听花 最后通过唱诗的方式 让孩子快速投入学习 强教树枝美 灵汉独自开 在这两堂课程中 婷婷老师多运用到了中华诗教三维尽教学习法 将生活场景 古诗场景 教学场景相融合 突破传统教育的枯燥无味 让孩子爱学 能学 会学 让古诗不再成为孩子学习的难题 如果你也想让孩子轻松学古诗 就加入我们的中华诗教 我们的中华语教学生 我们的中华语教学统發优